红包跟压岁前用英语怎么说呢 今天是过年所以一定要听到最后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首先红包很多人呢翻译成red bag 这样可不可以呢 这样只能打半对为什么呢 因为bag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大的包 它体积比较大 而我们现实中的红包呢 它更像一个信封 所以呢红包我们最好翻译成red envelope 这样比较形象 压岁前怎么说呢 中西方的文化相去甚远 所以我们直接翻译压岁前不太好说 那么怎么办呢 压岁前其实就是一种 长辈给晚辈的一种 让对方交好运的钱 所以呢西方国家他们翻译成 lucky money 就可以了压岁前 那么如果说 老外不知道红包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助lucky money来解释 怎么说呢 就可以说成 a red envelope 一个红色的信封 里面有什么呢 with lucky money inside就可以了 就是说里面有着幸运的钱的一个红色的信封 这样的话呢 就是红包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 关注谢老板 学英语不迷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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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